第四節的《啤梨漫步》 我先坐後一點 如果坐前一點 顯得我太肥了 今天我們有美女嘉賓登場的 就是上網買東西 過去我們很多時候 也有出事 有報導過 甚至有網友 早幾年開始 已經很具體地 來報導 很離譜 譬如他明明那個 銷售的時候 那個是超人 奧迪加 他們叫奧特曼 奧特曼 他們叫Uprtman 他們是大陸叫奧特曼 那一個圖 那個圖很有型 奧特曼 那一個奧特曼 這是奧特曼 這樣是這樣 我們再 progress 看一個 這個東西 如此 話說 首先 大家都想外出 這樣 這一件 我要看過了 這件 是風水蠔的行李 風水蠔在這裡 現在是棄器 很大 junior 其實有沒有名字 我不知道 但我不会尝试去问 他在某网上的地方买 是三百多元 很划算的 因为这件事我以为是几七人的 是 为什么呢? 质地很厚 刺售很漂亮 大家看到吗? 看不看到吗? 大家看就是 你真的看不到质地 但是我们摸下去的质地 刺售真的会真的 他用电脑还是人手 但是真的刺得很漂亮 为什么我说很划算的 风水豪跟我们说 不知几百元 三、两百元 但是这件事 如果像日本做的几七人 加上它是左青龙右白虎 于是我们都很喜爱的 还有前猪着后猿武 还有猪着猿武 青龙白虎 什么都齐 于是正见到 很划算的 这么划算的便宜 于是立刻找人 又订多一件 因为我叫风水豪 先把银子拿来 是那条银子的 但当然我不知道 帮我订那个人 是不是那条银子的 理论上他就没有理由 除非你帮你订那个人 就多银子 见到这些 你知道那些人是这样的 咦 如果这件是风水豪 这件是三百八十元 这件是一样的 二百六而已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 没有这么多银子的 因为他给了一条银子 你又给了一条银子 你又给了一条银子 那别人都会免得跟你找 因为我懂得搞这些 是啊 我还没消磨上银子 我想问一下 你给了一条银子的 那个是谁来说 我懂不懂的 OK 好了 我们看看新的那件货是怎样的 我对你了好吗 你也不需要说 你也不需要说 要摸下去了 就算在我镜头看 第一 整件衣服的质地 这一件我也不知道是烧 还是券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有质感的 这一件 这一件 我不看这些了 这一件本身的质地是极弱 好了 人家都是刺繡来的 每一件 这一件是印画 他一样有猪杖 一样有白虎 有青龙 这一件有多少钱 他还有凤蚁 不知道 这件有凤蚁 不知道 这件有凤蚁 你现在这样对比 那一件又被人 你这么看 那质感 只是重量 这件衣服是重量 比这件衣服重三倍 所以大家 大家在网上消费真的要特别小心 老实说 正常来说 我不知道那幅图是怎样 是 如果那幅图是一模一样 是 这个要留富平 是一样 是不是一样那幅图 是龙来的 不是 龙头分开了两截 你看 你看龙头先 龙头分开两截 龙头是这样的 有条颈子在这里 龙头 龙头一看过 还有这个印上去 我这些是不得的 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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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龙头是完全不得了 所以我都去实体店 所以呢 大家 当然很多伴侣 喜欢在网站买东西 我真的劝大家 上个啤梨频道 看到摸到的东西 当然是不同 等于我们去日本 龙头 龙头说 龙头 不知道做什么 拿个ipad出来 你看 龙头是什么 这个波刀野杰衣 这个麻生早苗 龙头是什么 他说 上山内内 他说 这个是意志斑 他说 龙头说 叫你 等一等 龙头等到 龙头 含鸡 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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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想诈刑吗 他说 他还说是一样 咬他吃 日本都是这样的 大家在消費上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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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